羊汁甘露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是採用新鮮的牛奶 那以及跟椰奶 那還有芒果醬跟那個西米露 還有紅葡萄柚 那去做一個製作而成的 後來的階段我們就開始在做那個 飯酒席了 這個時間就蠻長的 長達20年有 Planet 席 伯母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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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好房话题现场 我是肖一芬 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带大家前进 台北市南港区的 站前生活圈 南港车站拥有了四铁共购的优势 包含了台铁高铁捷运和客运转运站 临近多条连外道路 未来也规划新建 捷运基隆县交通十分的便利 在这里生活还有哪些后康呢 跟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吧 Go 南港除了有近几年才刚开幕的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区域内的瓶盖工厂 也规划成了新型新创区域 吸引更多年轻人朝前来 这里的房市状况更是火热 集结了各种力多 热门建案也备受瞩目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拜访在地的专家 分析南港战前生活圈的房市情况 大家好我是永庆房屋南港区的店长 我叫陈冠福 我们南港区如果往西 大概车程十分钟左右 就会到我们的信义区 然后还有我们的松山区松山车站 其实都是车程十分钟内 然后再往北的话 就是会到我们的那个内湖区 其实都是很方便的地理位置 南港车站的话 我可以看得到我们后面这里就是南港车站的 四铁车站 这里面包含了高铁、台铁、捷运 然后还有一个是转运站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是往东的话 我们会到国道的三号跟五号 然后如果往北的话 其实到成功桥那边就可以到国道的一号 其实交通都很方便 未来就是南港这边还有一个叫是捷运 就是我们捷运会延伸到基隆的位置 所以再来就是往那个基隆啊 系纸都其实更加的便利 南港的中长车转运转 主要的那个到达的地方是往宜兰啊 东部地区的位置 然后再来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高铁啊 再来有可能就是会到宜兰的位置 就是从南港这里发车 就大家看到我们后面那个CityLink啦 它其实楼上它就有一个喜乐时代 它是南港唯一的银城 所以然后我们最近去的话 其实常常几乎都有爆满的状况发生 然后再来就是学区的话 我们南港站前这里有东兴国小 然后往西一点那里有南港高中跟南港国中 然后往东一点的话 这里是有玉城高中南港高宫跟南港国小 专与学校 就是我们旁边的话 这里是有那个平盖工厂跟那个北部流行乐中心 然后北部流行乐中心 其实现在看到很多演唱会 都是办在这边 像前阵子那个维里安 他们的演唱会也是办在流行乐中心 然后都吸引大批人潮 然后再来就是平盖工厂的话 它聚集很多青年的创业的新创基地啦 算是新型的新创基地 然后因为都离车站也近 所以每到假日这里的市集啊 跟一些展览都是常常都爆满 南港现在最指标的个案就是 大家看到就是世界明珠 世界明珠已经吸引近200位的 一级客户已经进驻南港了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以南港车站这个周围来讲 我们其实公寓产品 然后中古的电梯大楼 跟我们全新的电梯大楼其实都有 像很多新刑案有 德杰宇森 然后青天森林 跟国泰悠扬 然后还有我们再车站一点 有东本木 还有武清社区 其实都是很新的刑案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中古大楼的话 有宝石节啊 东方大地 立即春上 然后还有祥遇之星 还有双煤管 其实这些都是不错的大楼 大家客户都蛮指定的 如果以近期成交的单价来讲 公寓产品的话 大概是建于大概60到70出头的价格 如果是以电梯中古型来讲 它其实到80到100的区间不等 如果是以预售屋 新城屋这种产品来讲的话 其实成交单价已经来到110到130了 近几年进驻南港比较多的客群 它主要是像是内湖松山信义的办公族群 或是我们南港软体园区的办公族群都蛮多进驻 然后其实在地客在买这边的房子其实也蛮多的 未来南港应该是台北市的重心 一定是台北市的重心 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流行音乐中心 它未来一月已经开工了 就是未来会有一个空桥连接到世界明珠 然后到南港车站 就是会有一个空中的绿廊带 就是媲美新一计划区的那个空桥 然后再来它等我们的那个南港车站的东侧 会有那个南港之星 它近8000坪的那个基地 然后它那里也会盖到空桥 然后一直延伸到展览馆 然后甚至到那个中国信托 全长大概有4点多公里 第一个就是周回的环境会有美化的作用 第二个就是世界明珠是指标各安 如果它连接到南港车站 再连接到中国信托 其实把整个南港串联起来 它的产业链跟住宅的区块都把它串联起来 东区门户计划其实政府已经注入了 破千亿的资金在南港这边 然后不包含一些私人的企业 其实也很多在进驻了 就是像我们的中国信托 其实最一开始中国信托 然后还有我们后面的有那个汇丰 六福万一酒店其实都有进驻了 其实建案近期蛮多 像如果从昆阳在那里开始讲起来 其实那里就有南港吊车产 跟一个台电的都更案 然后在我们这边就是流行乐中心 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文创园区 在旁边就是南港之星 然后如果再往南软那边的话 其实它有那个即将启用那个拉拉Pol 对拉拉Pol其实带来会很多人潮 预计年底或到明年左右就会完工了 它算是百货公司 它不是一般的outlet 它会带来的那个层级 就是它的基地其实还比 内湖的美丽华还大 其实如果你选择南港这个区块的话 其实任何产品类它都有 所以其实没有局限说你要是自住客符合 或是你要办公的族群符合 其实主要是看你的产品 就是南港的产品带真的是比较广 所以其实都蛮好找的 谢谢大家 我是有庆房屋南港区的店长陈冠福 谢谢大家 快邀请小房加入LINE群组 和亲友一起找寻最适合你的房子 懂得喝好茶的朋友们 咖啡叫过来哦 为在南港车站周边的这间茶字路口 茶品备受顾客喜爱 就是因为喝了会回甘 除此之外 茶字路口还有研发团队哦 让您时时刻刻都可以尝到新的口味 我们赶快一起去品尝吧 哈喽我们是茶字路口 我们现在目前茶字路口的招牌的部分 有羊枝甘露 那以及跟冬瓜柠檬 对那我们这个 羊枝甘露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是采用 采用新鲜的牛奶 那以及跟椰奶 对那还有芒果酱跟那个 西米露还有红葡萄柚 那去做一个制作而成的 那那个冬瓜柠檬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采新鲜的一个 那个水果也就是柠檬 整颗的柠檬会整个放进去 那以及冬瓜的部分 我们都是用现熬的 天然现熬的 那去下去做制作的 所以这一杯喝起来的话 是比较清爽型 那也比较不会对身体造成 有太大的一个负担 因为我们的鸡茶 我们自己都是用手煮的 而且我们的温度上的一个控制 那以及跟制作的手法 其实跟茶叶所制作出来的 饮品的那个茶的部分的话 我们喝起来的部分 比较不会苦涩 以及就是说在喝下去之后 会有第二层的口感 会有回甘的一个感觉 当初会取名叫做茶字入口的原因 是因为当初我们一起 共同的股东 这边在做一个发想 那其实我们希望说把我们的店 把我们的店 然后去推广到各个的一个区域 然后以及跟每一个街道的一个街口 都会有我们的店 所以我们才会取名叫做茶字入口 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总店的部分 就是在南港这个地方 那以及就是说我们在二月的时候 今年二月的时候 其实有开展第二间分店 在通话夜市附近 那预计的部分 我们在下个月的部分 我们也会再开到第三间 在中正纪念堂 那别这样子 因为说刚好第一也是因为 离南港车站这边比较近 那以及就是说第二的部分的话 也就是说在这里附近 就是属于商办区 所以这边的商办人士会比较多 那订下午茶的机会也会比较大 那第三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这边附近也有住宅区 所以其实客源也会比较稳定 这边地区带来的优势的部分的话 其实也就是南港车站 跟旁边的一个商办区的部分 其实这边人潮的确是 在平常日的晚上的部分 其实也会比较多一点 那以及跟假日 因为这边也是车水马龙的 所以主要的干道 所以其实在假日的部分 这边人潮也会比较多 那以及前面的部分也都有那个 艺文区就是展览区的部分 对所以在人流的部分 其实这三个地方 其实就带动了蛮多的人潮 这边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这边从接了这间店之后 我这边我们的宗旨 其实都还是属于贴心服务为主 对那像我们这边自己有发展出 我们自己的一个外送的 自己的外送平台 对那自己的外送平台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也会去贴心的不管多远 我们就是都送 对没有不限 暂时是都不限任何的金额的部分 对只要有点饮料 是我们的会员 我们都会帮他去做 那个外送的部分 对那以及就是直接到辅服务 这边的话就是说 希望说可以大家 可以因为我们是新开的 自己年轻人 大家鼓动都是年轻人 自己所新创的 所以也希望说就是我们会有自己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饮品 我们也有研发的团队 那每一季 我们也都会出我们的那个新的一个研发饮品出来 那就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好谢谢大家 可以希望可以大家可以来茶字路口来多喝我们的饮料 谢谢 台湾的传统点心 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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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喜爱 不过有别于一般柴鱼蒜味的口味 这家点心春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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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头有着淡淡的中药香气 口味十分的独特 店家使用的大肠头 也是精心选料 精心处理 让人吃得十分的安心 现在呢 赶快让我们一块去品尝吧 Go 哈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Patrick 那我在这边 我是底星村蚝蚝蚝蚝蚝蚝蚝 老板的儿子 对 那我现在这边 跟着我爸妈一起工作 我们店里的招牌基本上就 人家说招牌有很多的菜 但是我们就只有单卖蚝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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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大腸都是用最好的部分大腸頭 然後另外我們大腸頭 主要很多人來吃的原因 甚至之前有一些美食節目 讓玩家來拍的時候 他們都會覺得我們大腸頭是用 處理得非常乾淨 那我自己 因為大腸頭是我們自己處理的 我自己知道 我們花了很多工夫在處理這段 那處理後之後 加上滷的口感又跟外面不一樣 所以我很多人來吃麵線 也都會特別直接點我們大腸頭 嚼勁上一定比起來一定是比較Q彈 然後吃起來的口味那感覺就是 因為大腸頭畢竟比較厚比較飽食 吃起來的時候在嘴巴咬勁會 口感會比較好 據我了解外面的大腸麵線店 他們用的大腸比較多是小腸 或是一般的腸子 那我們的大腸麵線 你用的大腸是用大腸 最貴的部分大腸頭去做的 那大腸頭本身其實吃起來感覺就是比較有嚼勁 然後吃起來 吃在嘴裡的時候 那口感也是比較豐富的 那滷起來的它味道也是比較容易敬 就是滷酒它吃起來味道是更好 所以我們才會選用大腸頭 我們開店至今今年應該是第三十七年 那從我爸媽 因為我這間店是我爸媽開始的營業了 那我差不多七八年前回來幫我爸媽一起做 那他們就是我小時候了解 他們營業他們一定是中間一定會有一些困難 加上一些之前的疫情 但是我們現在的營業狀況 其實沒有到這麼穩定 尤其這兩三年的疫情 但我爸媽他們覺得這個時候 那個餐飲業大概都供體時間 所以我們不希望漲價 我們希望給大家都有一個吃得起的美食 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 因為我們蚵仔麵線 其實算是台灣的小吃嘛 也算是點心 所以我們 我爸爸那時候取名的時候就是 用點心的諧音去取 那最後會用一個春字 是因為春字它有點像是春天來了 一種開始的感覺 那春夜有點 我們講春台語的春 就是有點像存起來 存錢起來的意思 因為他們當初開店是在旁邊的巷口 然後後來 因緣際會就剛好有認識的人在這邊出租 然後我們就 那他也希望我們來這邊開 那後來我們就在這邊繼續 從37年前後來就一直在這邊開始營業 當初其實開店的時候 那時候聽我爸媽媽講 是沒有到這麼繁榮 那附近也是比較沒有那麼多店家 但因為我們的口味真的是很獨特 然後不只是南港這邊的居民會來吃 甚至松山內湖細紫 附近的人其實都會來吃我們的口味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 因為那時候 蚵仔麵線還沒有這麼多間 不像現在的餐飲 就是這麼多 到處都有 所以那時候我們的生意還算滿不錯的 大家都會因為想嘗鮮而來 像當初開店的時候 我爸爸就到台北市各地 就是比較有名的麵線都去試吃 然後甚至就是現在比較有名的就是阿中麵線 那其他比較有名的可能好像也收起來了 但他就是到處去試吃 然後吃完之後回來自己調配出現在這種口味 但是一開始的口味跟現在不會差到這麼多 我們現在的其實南港這邊的居民 我自己觀察啦 我覺得我們店主要還是南港居民為主 對那這兩三年流動比較稍微比以往要再多一點 尤其像瓶蓋工廠那邊開了之後 然後捷運三鐵通了之後 其實有稍微比較多的人的流動 像我生活在南港已經36年 那我從小就是生活在南港這邊 那從我小時候的印象中 沒有到這麼多的吃的跟玩的 甚至是賣的賣場這些 但這幾年真的是越來越便利 不管是交通便利生活便利 甚至是娛樂方面 尤其像我們自己本身有小孩親子的 設施我覺得都還蠻豐富的 像我們有時候假日的時候都會帶小孩去 中信大堡或是一些附近的小公園 還有車站附近有一些親子館 前面的空地廣場都可以讓我們 都可以讓我們帶小孩去那邊玩樂 謝謝大家 那我們是點心村蚵仔麵線店 那雖然有些人不太能接受 比較我們這種帶有一點中藥的口感 但是如果還沒有吃過的你們 可以帶著嘗鮮的信息來吃看看 那有些人真的是一吃就成老主庫 希望你們都能愛上 謝謝 台北市南港區就地理位置來說 位於台北盆地的東側 北邊為內湖區 東邊為新北市的細紙區 南邊為文山區和新北市的深坑區 石定區 西邊則是松山區 1950年代政府為振興南港經濟 將南港指定為工業區 吸引了許多廠商進駐設廠 包括南港輪胎、台灣肥料公司 後來中國電視公司總部簽入南港 帶動了南港的產業轉型 直到今天 南港已經成為富含文化媒體的區域 並在2020年開幕營運了台北流行音樂中心 在交通方面 南港除了進駐捷運板南線、文湖縣 也有集捷運、台鐵、高鐵與一生的南港車站 未來也規劃興建基隆捷運 交通非常發達 南港經貿園區裡也包含了 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南港展覽館、 國際會議廳和旅館等設施 另外大型百貨商場包含 中國信託金融園區、南港CityLink 還有即將完工的南港三井LaLa Port 都是休閒娛樂的好去處 南港也具有十足的文化氣息 南港平蓋工廠 就時常舉辦展演及市集等活動 吸引人潮 中央研究院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也在此進駐 近年來政府不斷推動大型公共建設及交通橋樑 陸續改變了南港的風貌 讓南港成為優質的居住環境 用牛骨長時間熬製成的紅燒牛肉湯 再搭配拉麵 簡直是絕配了 為在南港高宮旁邊的這家十讚牛肉麵 從學校還沒有興建 就開始營業了啦 老闆笑稱 方圓百里內 只要在附近 觸邊鄰居或是學生們 絕大部分都吃過他的好手藝 老闆這麼有信心 現在我們就一起去嘗嘗 美味的牛肉麵吧 嗨 我是實戰牛肉麵的老闆 你好 麵內的話我們現在以 以牛肉麵的量比較大 然後再過來的話 乾麵的話就是以炸醬跟肉燥 肉燥是後面才有的 之前沒有肉燥 但是現在的肉燥比較用量比較大 那再過來就是酸辣類的東西 酸辣類的話 我們有兩個類種 就是酸辣混沌跟酸辣湯角 它的量度也很大 所以我這邊跑的數量 整個的數量來講說還比較平均 就是比較會多一點還是在牛肉這方面比較多 我的麵條 我的麵條是屬於拉麵 拉麵的麵條是跟我們外面通常我們在吃的刀削麵 它是屬於同類種 但是麵條是濕的 像我們陽春麵或者是乾的 所以是不同類型 而且我們這種拉麵的保存性 跟我們陽春麵的保存性不一樣 因為彈性的問題 因為它是濕的 所以到達一個溫度的時候 我們就一定要把它放到冰箱冷藏起來 就是把它極限到那個時間 不然麵會酸掉 因為它還會繼續再發酵 我們麵都會發酵 所以我們都一定要把時間抓好 放到冷藏箱裡面 所以它過程上比較麻煩一點 那你如果陽春麵的話 它是乾的 它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這邊的紅燒牛肉麵的湯頭 是以紅燒為主 它的味道是比較靠近比較台式的味道 不像他們有的是川式 什麼麻辣什麼 我是不是那一種 我比較靠近我們台賽這種味道 比較不會那個很重 但是也不至於說味道太輕 那就跑到就是比較中間那一種而已 對我那個都是 都是一定要用牛骨下去熬 純粹都是用牛骨 我們裡面是完全不放那個什麼 什麼添加物 什麼比較都沒有 我們都是原來的東西 豆瓣這些 就是沒有什麼味精啊什麼 都是沒有 我們鹽連巴都沒有放 就是自動這樣熬出來 這個是經常每天都在動 沒有在停 只有晚上我們停鍋的時候 停鍋的時候因為要整理 我們才會關火而已 剩下的時間其實都不關火 那就是比如說我 舊的牛骨頭撈上來 我新的牛骨頭下去這樣 燙完了之後我們就要下去 像我們現在這個休息時間 我就是要下新的骨頭下去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用 所以舊的上來 我們新的又再補下去 就是這樣子在循環 我們這邊小在連同沒有出來的 就是說我們一天有在外面 你們看得到差不多二十幾樣 二十幾次三十左右 就是三十以下 有時候會更多 因為現在的流量沒那麼大 所以我們有一些東西我們就減產掉 因為沒有那麼多 像我們有隱藏版的像牛肚 涼拌牛肚 涼拌牛肚外面很少做 為什麼 做的就賣不出去 你要倒掉 所以你現在我們人潮沒那麼大 我們就不敢做這種東西 它就屬於在我們隱藏版裡面 我們隱藏版裡面有好幾種 那我什麼都可以知道 你知道嗎 可能你要過一段時間 因為要過一段時間 像我們有時候也會拿 拿那種什麼貢菜 我們現在也有海蛇皮 我剛才忘記拿出來 我們也有鳳爪 因為它都在冰箱裡面 然後也有涼拌機身 這個都是我們每天都會有的 那你像有一些隱藏版的就是像 有時候我們隱藏版會出來 就是有時候 牛肚 還有我們要看當季 當季抓得出來的東西 我們像夏天的話 就有 有時候我們也會有糧筍出來 但是現在不行 糧筍太貴了 我們也沒辦法做 所以要看 我們會做當季季節的東西出來 那個就是隱藏版 那最多人點的 最多人就是這個 這個也很多人點 然後這個也是 我現在拿出來這幾個是 這四個已經是 都是經常點了 我一開始是跟爸爸在做 做肉羹麵 滷肉飯 這些東西 然後後來 又轉到做自製產 我們做自製產的時候 南港都還沒改 然後自製產之後 後來的階段 我們就開始在做那個 辦酒席了 這個時間就蠻長的 長達 長達二十 二十 二十年有 超過 就是跟著 跟著我的 我們是 比如說 小月的時候 我們 我才做這個面類的東西 都變成面類是基準 然後 有接Case 我們就出去做了 那以前的隔壁是 我們專門在做演習的 我們 把它租下來專門做演習的 就是 客人來要辦酒席 我們就在隔壁做 我本身是 在地南港人 所以 我長在這裡 我 對這邊的情況比較了解 所以我就選擇在南港 其實有很多機會 要到 北縣去 但是 自己 身體 符合不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去 像 眼熊廣場 我也曾經 聯絡 叫我們過去 但是 真的是 沒辦法 以前 現在沒有 沒有夜間簿了 那夜間簿已經沒有 以前他有夜間簿的時候 幾乎 幾乎他們的用餐 都會在這邊吃 所以以前我做的 南港高工很多 很多 很多 只要在這邊 畢業的 我不敢說幾分之幾 很多 現在可能小孩子也蠻大的 也很多 都會知道這家店 但是我以前 以前是圓桌的 後來改成木桌 他木桌可能比較知道 木桌的時間比較長 長達十幾年 十幾年 所以 你看十幾年就有十幾屆 就有十幾屆 所以我後面這七年才改成這樣 所以他們回來的時候還要再看一下 還要再看一下 這樣 是不是這一家這樣 希望你們有空 來我店裡走走 能夠來 我們吃我們家的牛肉麵 或者我們家的小菜還蠻有名的 我們 也做了 四十幾年了 可能 可能我們習登號也快了 因為 後面也沒人接了 我也不知道能再做多少年 我盡量能再做 等到真的有一天做 做不定當 那就沒辦法 做我就要習登號了 歡迎你們 來光顧 謝謝你們 今天 我們為您介紹了 南港區 戰前生活圈的優質店家 和周邊發展 透過在地專家 對房市最前線的觀察 更深入了解 區域的優勢和發展方向 如果您喜歡這一集的節目 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 並且大力分享給親朋好友喔 我是蕭一芬 別忘了週一晚間九點半 我們好房話題現場見 我們好房話題現場見 訂閱好房網YouTube頻道 就能收到最新通知